叶老师我们看到 就是美以在相互执政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牵扯出一个关键的行程 就是蓬佩奥这次对以色列跟沙特的秘密访问 之后我们看到法克里扎德被暗杀了 这次蓬佩奥的中东之行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区的局势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我非常相信就法克里扎德的遇刺这件事情 在蓬佩奥访问以色列之前 双方就已经有足够的铺垫了 那么只不过可能在蓬佩奥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给这车开了绿灯 那双方至于说表面上看起来互相的 就是说不为对方打掩护 那是因为也不需要 因为本来这次他们就是要给伊朗一个报复的机会 就明摆挖坑给伊朗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 蓬佩奥访问以色列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那台阿尼亚湖本人在11月底的时候去了沙特 而回来以色列就把这个事给捅出去了 但沙特方面没有这样的确认 就说明沙特现在准备的是拜登上台 那么跟这一点跟以色列是不一样 因为以色列也不担心 这些行为将来会使得美业关系完全决裂 以色列的心理就是 你就算上台之后最多可能没有 你对我不会有那么好 但是你对我不会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美国 我想干什么美国都让我干的时候 我赶紧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 这个是以色列的想法 所以从这些四方吧 就是这种有明有暗的斗争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 以色列 沙特 伊朗 其实都是各有各的盘算的 没有任何两方的利益真正一致 感谢观看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